嗨 我是Peggy 我是妮娜 我們現在要去雲林玩 OK 我們這次去吃好吃的 背好口袋名單 超好吃 好 我們準備出發 嗨 到雲林 等一下就開始 一路吃 欸 你有帶胃藥對不對 平安也有苗 約吃飯 吃到一半他跟我講說 欸 我剛剛去廁所有吐 我說什麼意思 因為我滿到這 吐一吐我回來再吃啊這樣 傻眼 你要這麼文青 我剛剛突然想到 你們兩個質量都很小 然後突然決定要來大吃大喝 現在時間 我們快一點 我大概預計三點 我們就會 閃動力就停止了 沒有 我中間有排一個 就可以去散散步 這樣不用吃 怎麼會突然想要選雲林這個地方 某一天晚上 我就問妮娜說 妳有沒有哪一個縣市 妳覺得沒有好好去玩過的地方 然後她就跟我講 雲林嘉義這種啊 雲林 我有下高速公路借過廁所 然後臨時找了一個店吃 就這樣這麼一次 結果就驚為天人 超好吃 而且好像在地人都很愛的一間 這也太可愛了吧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滑燈 不是 什麼什麼老街 這裡叫太平大街 好可愛的在地人 她在敷臉 超大顆的 真的 這是比我的腳趾頭還大耶 真的 我作證 她的牙齒是不是比還要大 她可能 柏小 這個高中了 這看起來已經出社會了 就靈牙力齒 有沒有 有 欸 她是炸過是不是 感覺是 因為我完全咬不動她 可以直接放進嘴巴裡吧 整個都放進嘴裡 就如同放棄主持 我就覺得會不要來 太醜了 真的 如果放在我前面 我還真的不知道她是誰 小鳥要孵化 對 你是自己說是下面 一個小鸚鵡要出來了 來 放我出去 來我們現在問一下 攝影 你說 你來形容什麼口感 我們剛剛講不出來 我們現在讓她講 邊吃邊講 你跟她 你吃完講話 不能講話 是不是 她剛剛嗆我說 你一口善 一直就是要放棄主持 我覺得你要講得很好 我覺得我會不能來吃 真的 我覺得會不行 是不是 而且你看 這個 你看這個長怎樣 有夠可怕 欸你猶豫嘴 我突然想到 是不是跟你那個 櫻桃綁蝴蝶剪 差不多的那個感應 這個比那個難度太高了 因為我可能現在戴牙套 所以我的咬合力很差 所以你現在也沒有辦法綁櫻桃 櫻桃 沒有我舌頭沒有腳症 所以舌頭還是 舌頭沒有腳症 OK的 你好煩喔 你嘴巴剛剛幹什麼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吃了一圈的隔壁 就你如果吃很飽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很像一個公園一樣 對 特色就是有日式的建築 前面有一些咖啡廳 然後後面有一些賣紙的 紙農書院 它咖啡廳裡面好像還有附色一些 小東西可以逛這樣 嗯 總共好像三四間 超可愛 文青感 這間真的超可愛的 很清幽欸我覺得 可以用清幽來形容 在這種市區裡面 下午的光灑進去 就這個 要不要進去逛 好賣生活用品 剛剛前面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間 印象最深刻喔 嗯 我忘記了 你吃到這裡 然後你忘記了 因為我都被那個魷魚嘴直接洗版我的 那你就是魷魚嘴印象最深刻啊 我們吃了肉圓啊 吃了管膏啊 我喜歡吃肉圓 那間肉圓很好吃 可以 可以 你 他是真的忘記 你吃了也 我真的忘記 好沒關係我們等一下晚一點 我會大家去一個印象更深刻的店 厲害到你會忘記你的牙套 好的 是需要這樣 我是吃甘蔗嗎 我忘記我的牙套 真的很好吃啊 等一下等天黑一點 還是你現在可以 我們上步過去應該就可以了 真的 好我跟你說 他現在要是可以的話 那我們吃完這個之後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在斗南 那我們在斗南再吃個幾間 你這個晚餐先吃嘛 晚餐當下午茶吃 好 4點吃啊 對對對 然後我們回到斗南 我還有 好 然後我們剛剛白天吃的東西 跟等等吃的東西 和明天的東西 我們會專出一集 對 雲林美食精華版 大家就要看精華版 好 吃晚餐 Go 下午茶時間 4點吃晚餐 好 那我們現在怎麼樣 如果要吃的話 我們現在就要走 所以是怎樣 米糕當歸鴨麵線 臭豆腐 對 然後再去吃炸饅頭 對 米 對 我覺得我好像有點暈 結束之後 回來還要吃 就是剛剛買的番茄跟那個千層蛋 還有蓮霧 又要連吃兩個小時 我找資料就是這樣 我都來了 對不對 就要幫大家把那個資料 哇 收集好 可以吧 可以我們就出發 剩半小時 有消化一點了嗎 有吧 可以吃一點嗎 等一下大概四樣 我真的努力收集資料 美食篇 一定要看喔 一定要看喔 Go Wake up Wake up 我們剛剛花15分鐘車程 從斗六到 斗南 我們今天住在 玉品王朝 好 這飯店還蠻舒服的耶 我覺得 很舒服啊 很大 然後個人空間也有 我剛剛帶你們去吃的 豬腳飯 怎麼樣 可以 也許有人知道啊 埋藏好幾年的名單 對 真的很好吃 重點是 它食量不是很大的 然後我剛剛前面已經吃了很多東西了 它居然去加點 然後最後還拿著碗在裡面 爬飯 下半場 Go 第一次 三個鹹的一個甜的 行啦 我們三個吃一顆這樣小小 走吧 走吧 我們剛剛吃完了 魚湯 對 我們剛剛吃來吃去 就是在圓環一直繞過來繞過去 左邊繞過來 右邊繞過去 對 整條街都是 其實可以用走的啦 嗯 對但是因為今天晚上比較冷 我們就開車了 然後我們這個停車都已經停兩次了 對沒錯 啊我們現在停在這邊呢 是為了要等 冷冷的炸饅頭 九點半開滿 它時常大排長 嗯 所以我們提早到 現在就晚上久一點 因為我們停在旁邊 然後我們看到店家有出現 然後旁邊原本已經有排六七個人了 對 就像不對職 我先下去 然後那個老闆娘就說 趕快寫要先寫先拿喔 早知道我們剛剛一開始就下去 對 所以現在就是搶炸饅頭的訣竅 跟大家講 提早來這裡先寫號碼牌 然後他就說 好那你們九點四十來拿 重點是現在九點 他們九點半開 然後我們才第四組人而已耶 然後我們只點一顆 一顆炸饅頭的四顆 可是我們提早到啊 對 如果九點半來 我想你可能十點半會拿到你的饅頭 真的好 反正我們就是一個小訣竅 你可以先拿甜點號碼牌再去吃 然後再回來甜點 剛剛好 買到了 他剛剛說26號要排一個小時 然後我是4號很快就拿到了 九點五十二分 他這邊其實有可以在這邊吃的 然後是坐在路邊 然後因為今天風有點大 對 我們回去吃 我們剛剛把今天白天買的東西 吃了一圈了 滿足 早上十點多 坐車下來雲林 然後中午開始一路吃吃到現在 我覺得很順暢 來雲林兩天一夜 特別為了吃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今天無雷 他剛剛說無雷的就是沒上了 沒有我沒有沒上 我們今天兜桑 有鹹的有甜的 然後有古早味 然後又有像這樣子 現代的 我們吃老靈魂的口味 就是也很適合帶老人下來走走啊 小孩子出來溜溜這樣子 輕旅行絕對可以 早安九點半 完全在預期範圍之內 順時開吃 第一餐是不是就要很heavy啊 第一餐 當歸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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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花生 然後又當歸 又臭豆腐的 回去 直接 然後爆豆 臉會炸掉 真的 真的 來 我們一輪 怎麼樣 很好吃 這個分量都很足夠 然後又很便宜 這個足夠 對 有沒有扯 這個打包三碗 就回家變一碗 就大家喝好 這個一鍋 這個很一鍋 我點過一杯飲料180 這杯我可以吃兩天 我們跨年兩個人啊 兩個人 一萬一 一支香檳 然後 兩份炸死 一萬一 真的可以吃 你們知道 真的真的 一萬一 還含那個摩托車油圓 真的 超誇張 真的 不知道是我們誇張 還是這裡誇張 可是我跟你講 就是要這樣子才能洗刷我們 平常吃的那種 我們洗刷不掉 我們都一萬一了 還有聖誕節的朋友 聖誕節 我真的 從平安夜聖誕節 然後到跨年 對 三個 這三個 我們可以吃一年 對 這個很小欸 一萬一是三個人吃四十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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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生孩子了 要不要來這裡吃飯 想養家生老孩 就來 而且我也好聽 在這裡的學生很幸福欸 真的 一天一百塊打花花翻餐 還可以加宵夜 好啦 下一餐見 西羅老街 我們現在到它這個景點叫東市場 然後它老街上面有完裝醬油工廠 然後還有棕樓咖啡 就都在這條街上面 對 這邊很多很復古很可愛的東西 真的是它建築超好看 感覺每一戶都可以就是一張照片 這邊建築超復古的 真的 這間這間 好可愛喔 你良好 我在網上有看到 回家也弄一個 把它當桌面 然後放一個玻璃 這樣變一個桌子 這樣 對 擺飾 你看老闆娘這樣講 可以欸 好可愛 這樣子 養生 真的 這間店很好拍照 看看後面的窗戶是怎麼了 我要住在這裡 其實這邊有很多一些藝術長廊 然後有一些店家呢 它的名字是用戰日誌時期羅馬拼音的日文 直接把它詮釋出來 然後很多建築都是昭和時期改的 我們現在走進東市場 就會走到這個文創市集 我剛好看到小時候吹太空泡泡 我超喜歡玩那個東西 對對對 從它的側邊走出來 你就會遇到一間很有名的三角大水餃店 現在去吃 等一下吃完它水餃以後 再帶大家到完裝醬油那邊去體驗一下 然後跟中樓咖啡 我很好奇那個醬油工廠 好像很可愛欸 拍照 復古的感覺 GO 我們剛剛吃完大水餃 隔壁就是這個西羅戲院 它是在1930年建成的 然後到了1970年左右就荒廢 因為西羅的新街就發達起來 所以這邊就後來漸漸的荒廢掉 他說其實這個戲院除了播放影片以外 它其實還可以做那種軍人啊 頒獎典禮的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在以前它這邊是非常的 很繁華的地方 對對對對對 那可是因為它就是在2001年的時候 就是已經成為古蹟了 在我們前方這個字牌後面 它其實是一個花園 這裡面不能進去因為它是古蹟 然後保留它的歷史 就來這邊拍拍照吧 我們到了晚張醬油 順著它進去 就是他們的觀光工廠的路線 免費參觀的 走進這個工廠就可以聞到 滿滿的醬香味 整個雲林的食物都用了很多醬油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路吃起來都覺得每一道菜都超香的 真的喔 拍拍照 這個地方 嗨 棕樓咖啡 我們到了 那這個棕樓呢 是以前西羅老街的最高地標 那為什麼講它是最高地標呢 因為西羅老街大部分都是兩層樓的房子 而且是左右對稱的一門兩窗的方式 那這一棕的話那是三層樓 然後上面有一個鐘樓 那這個鐘樓是代表它以前的行業 因為它以前是賣鐘錶的 然後再來你仔細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是一隻貓頭鷹的圖騰 然後像這樣的房子呢 在西羅有兩間這樣不對稱的 像我們這邊在過去一間叫齒科 它就是一顆大舊齒的形狀 那它為什麼會用這個貓頭鷹 因為貓頭鷹也是日本人的吉祥物質 因為它的日文發音叫呼呼嚕 那呼呼嚕的話呢 跟他們的福萊人發音剛好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他們的福萊鳥 我們現在是這個地方會叫做西羅第一街 為什麼叫西羅第一街呢 其實以前這條是主要道的 外面那條路是日本時代過出去的 然後做成棋牌式規劃的 像台北中校倫愛信義和平那都是 對像這邊也是一樣 鹽坪路啊 中山路啊 中正路啊 這樣過去的 對對對 我們叫第一街就代表它是最熱鬧的 因為以前呢 交通東線就在佐水溪 往這邊走過去就是佐水溪 那以前是沒有西羅大橋 沒有高速公路這樣的東西 你要跨到北部 那你要通過佐水溪 所以以前這一條 就非常非常熱鬧 然後這個房子本來是多像這一邊的 所以這一棟呢 是96里的房子 那上面的話是KING 然後是KINGYOKUSA KINGYOKUSA就是他們以前的名字 KINGY前三位 以前就只有日文跟台語 所以呢 有的是用日文念念的出來 用台語念的 那你用西蘭羅馬平 要用東文的方式 你是拼不出來 對 拼不出來 對 拼不出來 對 下次如果你有空 你們可以坐到裡面喝咖啡 我們現在才真正進去他們家的 建築物 你剛剛在那邊逛的還好嗎 我跟你說 我裡面看到一個晚工 我有一次從日本手提回來的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就在他家 然後他後面的那個咖啡廳 我覺得可以搬回家 很清幽耶 而且就是要這樣子佈置了 整面都是那個鐘 他這樣收集那個鐘真的超復古 怎麼樣 我們開始收集鐘 然後開始收集 貓頭鷹 還是養一隻貓頭鷹 養一隻貓頭鷹 可以耶 狡囂 小小的就好了 貓頭鷹怎麼那麼可愛 真的 還是要養黑妹 可以啦 白色的 可是他感覺貓很高 就跟哈吉一樣 只是會飛而養 好喔 好喔 過馬路了 我們已經到了 斯羅阿財湯圓雪泥冰口 然後我們就陌送著店員 鐵門放下來走了 騎走了 然後妮娜還問我說 欸我打給他 他有沒有打給他 我說他留室內電話 我在要怎麼打 騎走了 還是我們先去西羅大橋 好喔 然後剛剛有一個人啊 就是逛那個啊 完妝醬油啊 然後曬妝 你看 很扯喔 對 很奇怪 要不要等太陽小一點 對啊 再這樣下去才得了啊 為什麼連蘭嶺林都會曬傷啊 現在冬天喔 晚上10度 你曬傷 真的 我去蘭嶺 好不容易有白軟一點 然後現在 剛剛那個 馬櫃也是 也關門 我們一開始走去逛老街的時候 都還好好的喔 都還開著 然後我們想說 欸好我們逛完了喔 我們要出來吃一下了 又關門了 但是今天大家可以去吃一下 蓮芹娃粿 在那個 清蓮吧 清蓮嗎 完蛋了 清蓮啊 喔 清蓮娃粿 大家可以去吃一下 對 它很酷欸 它有 就是傳統的味道 然後還有咖啡的 還有 黑糖紅豆腐味的娃粿 我很期待欸 好你就錯過它了 下一次開店是明天 早上七點 沒有我們要回家 真的 好啦我們 我們看著辦吧現在 哇 西螺大橋過了 我們來到彰化 但是我們要玩彰化回轉 對我們要回轉 再繼續開回西螺 多喜歡西螺大橋 正好是太陽西下的時候 很可愛欸 等等去西螺大橋旁邊 走走 我們到西螺大橋了 開過去彰化 又開回來了 直接彰化雲林一日遊 對有一分鐘有 很壯觀欸 剛剛照片這樣拍 如果中間整個清空 然後從這邊這樣拍 而且搭配著這樣的夕陽這樣下來 它還有一半我們還沒有去到 虎尾 虎坑 對啊 這種 對外圍一圈我們還沒有 玩購 我們就去 斗六 斗南 西螺 三個 而且我們這次來雲林 主要是來吃 吃吃吃吃吃吃 吃變好吃的 口袋名單 攻略 我們會再做一集 攻略精華 怎麼排隊 這種 期待一下我們那一集 幫你們總整 這三個地區的美食 美食 切餐聯絡 下週見 掰掰 收工了 我沒有辦法想像原來它這麼低欸 沒有那現在這邊是平地啊 就我沒有就是 我們這是怎麼問答 西螺大小 天啊 西螺大小這麼低 對啊 沒有啊 它如果到河那邊去 它下面腳就要長了 我到底 為什麼要解釋這個啊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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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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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搭搭鐵了 去搭搭鐵了 妳的搭錯一下 Know it 去搭啦